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新闻中心今天正式启用 随着700多名境内外记者陆续抵达乌镇 全球媒体也进入了乌镇播报时间 12点以后境内外媒体陆续抵达乌镇 俄通社塔斯社记者谢利谢夫阿列克谢 是第一个到新闻中心报道的外媒记者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 越多越好 对 因为这是第二次去年真的成功 我希望这次会更好 为了抢占有利地形 日本朝日放送的记者登岛会之 带来了小梯子和三角椅 以便在采访时占领有利位置 对 因为在台湾上的中国的習近平和国家主席人 发言什么样的发言 在大会新闻中心 很多媒体记者刚刚抵达 就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这家网络媒体中午刚到 就用手机加自拍杆做了直播连线 第一时间传递发自污阵的声音 这一次来了很多的互联网的大佬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在这个会场上能采访到他们 也能听他们对这个产业的一些看法和意见 浙江台报道